清朝乾隆初期,老臣厄尔泰体弱多病,逐渐淡出朝堂,乾隆提拔新贵纳钦来顶替厄尔泰的位置,纳钦先后担任兵部尚书,历部尚书和宝和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等职,亦是全清朝野,所以就连三朝老臣张廷玉都对他褪比三社,这纳钦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洞见历史人物,品熙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繁华五千年,纳钦是饿臂龙的孙子,他为人狭隘,喜欢搞形式主义,例如,他为了彰显自己清廉,命人在家门口涮了一条凶恶的大狼狗,如果有人送礼托情,他就用狼狗将人吓走,实际上,这不过是做样子罢了,很多朝臣都知道纳钦的为人,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突然有一天,一个莽撞人出现了,他在朝堂之上,当着闻五百官的面,用拳头公然把纳钦揍了一顿,然后扬长而去。 这个莽撞人名叫爱新觉罗,红咒,他是雍正的儿子,乾隆的弟弟,寿风和亲王。 俗话说,冷得怕横的,横得怕不要命,看到乾隆的表现,纳钦明白,他这顿揍算是找不回场子了。 红咒为何这么嚣张,敢当众殴打军机大臣? 作为乾隆皇帝的弟弟。 红咒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雍正帝五子,乾底甚千和。 根据《青史稿》《诸王传》记载, 何宫亲王红咒,世宗帝五子。 爱新觉罗,红咒,雍正帝印针的帝五子。 在清朝历史上,康熙帝和乾隆帝都是多子多孙之人, 在这方面,雍正帝略有不如。 在史料记载中,雍正帝一共有十个儿子, 但长大到十岁以上的只有四个。 红咒是雍正帝的第六个儿子, 因雍正帝的第二个儿子仅活了一岁多,未能续齿。 因此,红咒在兄弟中续齿第五。 红咒的生母耿氏。 是包衣出身,耿氏的父亲名叫耿德金, 早年是香白旗包衣奴才, 康熙42年,耿氏参加选秀, 被康熙赐予当时的四贝勒印针为格格。 值得一提的是,在耿氏入贝勒府的第二年, 又一个格格也同样被赐入贝勒府, 后者就是乾隆帝的生母纽呼噜氏。 红咒生于康熙50年, 也就是耿氏入府的第九年, 而在四个月前, 纽呼噜氏刚刚生下印针的第四子红利。 耿氏和纽呼噜氏年龄相仿, 入府的时间和怀孕的时间都相近, 因此关系亲近, 这位耿氏在乾隆朝的机遇埋下了伏笔。 红咒虽然出生于康熙朝, 但在现有的史料记录中, 他在康熙朝几乎没有任何出场记录。 清朝康熙61年11月, 康熙帝驾崩, 雍亲王应真即位, 视为雍正帝,雍正登基时, 红利和红咒已经11岁, 而雍正当时西下一共有四位皇子, 分别是红使, 红利、红咒和福慧。 根据史料记载, 到了第二年珍寨, 雍正大风嫔妃, 红咒的母亲耿氏被封为玉嫔, 这个时候, 18岁的红氏已经成婚, 而红利和红咒刚满12岁, 雍正请了两位大儒为三个孩子讲学。 其中,江苏人王茂红负责教导红石, 而福建人蔡世远负责教育红利和红咒。 蔡世远晚年在自己的著作中曾提及, 他和王茂红彤在一同在内庭教育皇子, 并说他教导的两位皇子都聪慧过人, 只是红利举止雍容, 而红咒性格温和。 清朝雍正十一年, 雍正帝同时封红利和红咒为亲王, 封红利为何硕宝亲王, 封红咒为何硕和亲王, 从雍正给两个儿子封的爵位名称可以看出, 宝宇和也代表了雍正对两个儿子的深刻认知。 综上可知,在雍正朝。 红利和红红咒是同一个老师教导的, 又是同一年被封的亲王, 至少在表面上, 雍正对二人并无太大差异。 实际上, 由于红利后来成为了雍正帝的接班人, 清实录等清代官方史料, 由于考虑政治原因, 对红利的正面描写比较多, 包括说红利小时候受康熙帝看重, 后来又被雍正帝重点培养, 因此在兄弟中出类拔萃等等, 本文笔者不评价乾隆帝, 但不能因为史书说乾隆帝优秀, 就否定他的其他兄弟的能力。 例如, 雍正十三年, 雍正就下旨让红咒和厄尔泰 共同办理贵州乾东的苗疆事务。 红咒虽然是皇子, 但他配合厄尔泰形式, 态度攻迁又不失皇子气度, 让雍正比较满意。 那么, 在雍正朝攻迁温和的五皇子红咒, 到了乾隆朝, 怎么就变成一个荒唐王爷了呢? 遗诏有提及乾隆寒深意, 雍正皇帝在历史上较为冷酷, 但对红咒却尽了慈父的责任。 雍正帝驾崩时, 他在遗诏中也提到了红咒。 雍正十三年八月, 雍正帝在圆明园公院 促然驾崩, 允禄、允礼、张廷玉、 鄂尔泰四位大臣取出遗诏, 当着众王公大臣宣读传位诏书。 根据《清世宗时录》记载, 雍正帝的这份遗诏多达一千二百余字, 里面有对自己在位时的总结, 以及对新皇帝的嘱托, 更有对张廷玉、鄂尔泰、允禄、 云里等人的评价, 对于他的第五子红咒, 雍正也不忘提及《遗诏》中说, 红利养成列祖积累之后, 受镇教会之身, 与和亲王红咒同气至亲, 实为一体, 由当诚心有爱, 修其相关。 意思是, 红利深得我的教会, 是继承大统的最佳人选, 红利与红咒是同气至亲, 兄弟一体, 希望兄弟俩诚心有爱, 修其与共。 从雍正的这段话可以看出, 他更多的是, 希望红利登基后, 能够善待红咒, 当然, 他也希望红咒作为弟弟, 能够用心辅佐哥哥, 言辞恳切, 一片慈父的权权之心。 实际上, 当时雍正不止红利和红咒两个儿子, 还有一个三岁的儿子, 名叫红艳, 排行第六, 雍正在遗诏中提到了红咒, 却没提及红艳, 可能是因为红瞻年纪太小, 也可能是偏爱红咒, 雍正在遗诏中, 希望红咒多协助哥哥, 兄弟俩修妻与共, 实际上, 雍正可能没有红咒了解红利, 因为红利在坐稳皇位之后, 并不需要兄弟的诏服。 果亲王云里, 是康熙帝的第十七子, 也是乾隆帝的叔叔, 是宣读雍正遗诏的四位大臣之一, 他去世后, 因没有儿子, 庄亲王云路, 康熙帝十六子, 便上奏给乾隆帝, 希望乾隆帝能将红咽过祭给云里为四子, 在封建社会, 天威南侧, 红咽被过祭给云里后, 在宗法上, 他就不再是雍正帝的儿子了, 这也就意味着, 乾隆帝在当时仅剩一个弟弟了, 换句话说, 在乾隆帝的儿子没有成年之前, 对皇位威胁最大的人, 就是和乾隆帝同龄的弟弟红咒了, 亲王活出丧, 荒唐天下文, 乾隆登基后, 尊自己的生母扭呼噜视为皇太后, 按照礼法, 太后也是红咒的嫡母, 红咒每次入宫, 都是先看望太后, 然后再去看望生母梗氏, 太后和玉太妃关系不错, 对红咒也非常疼爱, 因此, 当红咒殴打恶亲后, 乾隆才说因为太后的缘故, 没有责怪红咒, 乾隆不仅没有责怪红咒, 还很高兴, 过段时间, 乾隆下旨让红咒参议朝政, 这下满朝大臣都歌功颂德, 说乾隆帝是一个爱护手足的宽人帝王, 红咒有一个爱好, 他喜欢伴丧礼, 而且还给自己伴丧礼, 他曾对身边的人说, 人没有一百年不死的, 所以死亡有什么可以避讳的, 他曾让府中的家人, 仆役在一旁为自己哭丧, 然后他坐在庭院中指挥, 大家哭的声音越大, 他越开心, 而且他还亲自为自己制作名气, 放在自己的床前, 毫不忌讳, 乾隆四年, 乾隆帝下旨, 让他唯一的弟弟红咒管理雍和宫事务, 雍和宫, 也就是雍亲王府, 是雍正帝未登基前的府邸, 乾隆把雍和宫的旧物和财产, 都赐给了红咒, 以显示对弟弟的亲厚, 而红咒呢, 他拿到雍和宫的财产, 尽情挥霍, 俨然成了一个富家翁, 乾隆见到弟弟这般, 也不怪罪, 他常常对大臣说, 先帝遗诏中, 让朕对和亲王诚心有爱, 朕这么做, 只是不负先帝所托而已, 红咒虽然荒唐, 但在大事上却不糊涂, 乾隆四年, 红咒被任命为正白旗满洲都统, 年底又开始管理五英殿, 乾隆五年, 红咒任湘皇旗满洲都统, 办理刊定八旗左领事直英席的事务, 不仅如此, 他还担任乾隆时期的御碟总裁, 为皇室管理和编撰御碟, 这些事务都很重要, 他也都办得四平八文, 没有差错, 说到底, 红咒还是个惊喜人, 只是被特殊环境所献罢了, 知白仍守黑, 大智犹若鱼, 即使红咒在乾隆朝一再百烂, 但乾隆为了彰显做兄长的厚爱, 仍要不断加恩于红咒, 实际上, 只要这个时候红咒不做大逆不道的事情, 他必能安全着陆, 有一次, 乾隆帝召集一些八旗子弟到乾清宫殿室, 他和红咒亲自兼考, 转眼到了午膳的时间, 红咒便请乾隆帝先去用膳, 乾隆帝为了表达对殿室的尊重, 便没有离开, 红咒调侃道, 上仪无霾主世子业, 红咒的意思是, 皇上难道怀疑, 我会趁着你离开的时候, 贿赂这些世子吗? 当着众人的面调侃皇帝, 在古代是为大不敬, 但红咒这么做了, 乾隆帝当时只是没说话, 但也没生气, 乾隆十五年, 红咒懒散在家, 不愿参与朝政, 乾隆帝没有办法, 就给了红咒一个管理凤臣院的差事, 凤臣院是主要管理皇家园林, 花圃等差事的机构, 以前归内务府管理, 乾隆帝这么做, 很明显是为了给红咒找个小事情做, 但红咒只干了三年, 又不想干了, 他把这个差事还给了乾隆帝, 乾隆帝不得已, 让内务府重新接管凤臣院, 后来, 乾隆帝又让红咒管理五英殿域书处, 大家听这个名字就只知道是个闲差, 五英殿域书处主要是管理皇帝的书法, 绘画等作品的地方, 乾隆二十八年, 经红咒几次哀求, 乾隆帝终于解除了红咒在五英殿域书处的职务, 但乾隆帝不能让弟弟整日无所事事, 便让他去管理清朝皇室的旁支事务, 红咒整日和朋友听戏喝酒, 很少管理具体事务, 到了乾隆三十四年, 红咒身体逐渐衰退, 他仍继续荒唐, 乾隆三十五年, 红咒病重, 乾隆帝虽多次浅太医来给红咒看病, 但仍无力回天, 红咒去世时, 年仅五十八岁, 红咒之死, 让乾隆非常痛心, 他对大臣说, 镇尸一手足矣, 乾隆不仅后葬红咒, 还对红咒及其后代极为优厚, 按照制度, 红咒的长子永毕只能降绝习城郡王爵位, 但乾隆封永毕为和朔和亲王, 永毕免岁不久, 于乾隆三十七年去世, 乾隆让永毕之子免伦习郡王, 另外, 红咒去世后, 他的生母玉太妃耿氏仍在世, 乾隆帝对耿氏也非常优厚, 耿氏后来去世, 享年九十三岁, 被乾隆封为皇贵妃, 红咒之后, 他的后代共传了六代, 红咒的第六代孙玉龙, 还在光绪年间考中了晋士, 成为宗室子弟中少有的两帮晋士, 深得朝廷倚重, 在玉龙之后, 清代灭亡, 红咒家族富贵不在, 但乾隆帝保了红咒一脉, 七代富贵, 也算对得起红咒这份兄弟情了, 值得一提的是, 红咒的后代中还有一位名人, 他就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书法家, 被誉为舒坦老顽童的启公先生, 他就是红咒的第八代孙。